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2月29号 每4年才能出现一次的日子 昨天 世界卫生组织把新冠肺炎的传播风险和影响 已经提高到了最高级别 甚至他们还担忧可能会演变成全球性的大流行病 这场瘟疫目前已经传播到近60个国家 专家说它就像脱缰的野马 那么疫情为什么在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当中 发展就这么迅猛呢 钟南山表示 武汉封城如果再脱上两天 就多了十几万人要染病 那么这个数字的背后又有多少生命被吞噬掉了呢 如今的疫情又是什么样的呢 昨天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表示 鉴于最近几天在中国境外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国家 和病例数量持续增加 世界卫生组织调生这种病毒传播和影响的风险 从高提高到最高级别的非常高 谭德塞警告 全球已经有50多个国家出现了病毒感染案例 确诊病例8万多宗 虽然这种新病毒不符合大流行的定义 但绝对有这种可能 使用大流行定义这个新疾病 指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对社会造成损害很大的那些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使用这个字眼定义的疾病 其实目前并不多 只有1918年的那场致命的流感 2009年的那场H1N1流感还有艾滋病这么几种 谭德塞表示 全球正在开发20多种疫苗 几种治疗药物正在临床实验当中 估计几周内就会产生初步成果 不过他也指出 那些所有尚未出现新冠感染病例的国家 要提早做好准备应对 自以为能躲过病毒的国家将筑成大错 根据统计 截止到中港台时间昨天晚上8点 新冠病毒已经扩散到了59个国家和地区 特别是过去几天 疫情在多个国家突然爆发 那迄今已经在海外确诊了5200多例 死亡就近90人 短短不到三个月 疫情扩散蔓延的这个速度超出人们的想象 远远超过各国的筛查措施和更新速度 由于这种病毒有许多情况还不为人知 这也给卫生官员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因为已经感染 并且正在传染给他人的那些患者 很可能只是出现了轻微的流感症状 或者没有症状使人很难发现病毒存在 这正是新冠病毒的巨大威胁所在 《华尔街日报》表示 这种新冠病毒比SARS和埃巴拉的病毒更容易传播 对大多数人来说 症状更轻微 但至少从目前来看 他说比其他一些高传染性疾病更致命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和北极挪威大学访问学者 尼尔斯·道莱尔表示 意大利、韩国、伊朗的疫情 都是从几个病例开始然后迅速扩大的 这位前美国助理卫生部长认为 这就表明许多症状轻微的感染者 在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下已经传播病毒了 道莱尔指出 现在几乎可以肯定 这种病毒将会蔓延到全球的每个角落 影响到每一个国家 他说这种病毒明显已经是脱疆野马 我们以意大利为例 其实最初意大利是采取了一些积极行动的 先是对旅行者进行筛查 又禁止了中国的直飞航班 并且还迅速隔离了两名生病的中国游客 但是医院被告知 只对出现症状去过中国 或者是接触过其他感染者的患者进行检测 2月15日 米兰南部小镇科多尼奥 有个38岁的男子马迪亚 出现了咳嗽发烧的症状 但是看起来他不太像感染了新冠病毒 因为他没有去过中国 也没有接触过有感染症状的人 2月18日 马迪亚去医院就诊 医生开了一些抗生素 然后他带着就回家了 到了第二天 病情开始加重了 他被送进了医院 马迪亚的妻子告诉医生 他最近见过一位从中国回来的朋友 结果检测证实马迪亚感染了新冠病毒 尽管意大利当局迅速采取了行动 追踪于马迪亚和那位朋友 所有跟他们接触过的人 为他们做检测 但是一切都太晚了 马迪亚已经传染给了很多人 包括她怀孕的妻子 还有跟她一起踢球的6个人 还有医院的医务人员 以及其他患者 而那位从中国回国的那个朋友 检测的结果仍然是呈现阴性 这才是令人防不胜防 他就像无形的一个杀手 就在你身边 而你却浑然不觉 如果说病毒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这是因为杀手无形的话 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泛滥 就是另外的一种情形 27号 中共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钟南山透出了几点重大信息 疫情早期已经出现了人传人 他说这个病在12月31号就已明确 1月3号就已经分离出病毒 1月7号报送联合国 在疫情早期 已经出现人传人 医护人员感染的现象 钟南山把事件被拖延这个责任 归咎为是中共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 意思是没有办法向全国发警讯 被权力部门给压住了 他说疾控中心应该有一定的行政权 有向社会公布疫情的权利 做出改变是非常必要的 他还说了这么一段话 假如我们在12月初 甚至是1月初 能够采取严格防控措施的话 我们的病人将会大幅减少 而据我们的估算 要是1月25号再实施封城等严防措施 患者将会增加到十几万人 钟南山这段话 似乎是在有意引导人们提出质疑问 为什么12月初或者1月初 没有采取严控措施呢 他说的很为晚 没有点出行动迟缓 会造成多死多少 多感染多少 但是他说出1月25号如果再封城 患者就会多出十几万 钟南山这段技巧性的话 避开了两个关键的时间点 就是1月20号习近平的表态 还有1月23号武汉的封城 可以按照他的说法来估算 武汉如果25号在封城 就会多感染十几万人 那换句话说 24号和25号这两天时间 就会有十几万人被感染 时间被一次次的延误 已经没有人再怀疑了 武汉爆发疫情之后 北京去了三博专家族 分别是12月31号 1月8号 还有1月20号 前两次的那些专家 都没有说出人传人 北大的医学院专家王广发 还表态说可防可控 只是钟南山去了以后 才丢出这个人传人病毒炸弹 鉴于中共的官僚体制 我们全且相信 这些专家们是没全说出真相的 但至少你可以不说假话吗 大陆财经引述匿名的 专家组成员的说法 说专家对武汉的情形是有怀疑的 要求如实上报 但是招来了卫健委领导当场反捷 你们是不是怀疑我瞒报啊 匿名专家表示 专家组的都在场 他都这么说了 我们还能说什么 发光表示 如果专家组说的是事实 那这只能说明专家不是瞎子 只是趋同于权力的无奈 财经报道 第二批专家组曾经去过六家医院 每到一处必问 有没有医务人员感染 得到的回答都说 没有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 曾经引诱过网友的爆料 说上面 要求医务人员不许对外透露任何疫情的消息 那现在看来 网友向我们的爆料是真实的 那么那个上面是谁呢 从媒体的报道和中南产的 这个技巧性说法来看 有可能是中共国家卫健委 这里有一个插曲 大陆财新网报道 去年12月27日 已经通过9名患者的病例样本 基因检测认定 病原体是一种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 但是中共卫健委下发禁令 不许检测 已经检测到的结果就地销毁 无论是专家的凯探 还是媒体的调查 隐瞒疫情掩盖真相 都是权力 握有权力的部门或领导 我们一级一级的往上推 卫健委的上面是国务院 再往上是中共中央 也就是现任的中共七常委 中共的权力核心 我们不会忘记 1月23日 中共这七大巨头 在大会堂进行团派 一派歌舞升平 所有的中共高层权贵们 在吃喝玩乐 而这个时间 武汉已经封城了 疫情严重到什么程度 让当局采取近代史上 最大的封城举动呢 按照钟南山的说法 两天之内就有十几万人感染 那么在封城之前那段时间 又有多少人感染呢 这个数字只能您自己去想 不过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感染数字的后面 那就是死亡的数字 我们没有办法得知 有多少人感染 也没有办法得知 究竟是死了多少人 但是咱们可以从刚刚被抓捕的 李泽华曝光的那些视频当中 来窥探一下 26日被抓的李泽华 曾经暗访了青山殡仪馆 他证实在网上看到的那个信息 就是武汉的殡仪馆 需要高价聘用台石工 这个信息是真实的 在他的视频中 一个负责招聘农民台石工人的人 走进他 说今天如果没有拖尸体 就一分钱没有 拖第一具就是500 第二具增加200 拖第三具再增加200 如果第四具的话就是1千1 直到晚上11点 李泽华才离开青山殡仪馆 那个时候焚尸炉还在哄哄作响 殡仪馆的工人还在加班加点 视频的最后 李泽华用了几个数据算了一笔账 暗示当局隐瞒了死亡人数 根据官方的数据 武汉市平均每天 非病毒感染死亡人数是137人 武汉市区共有74个火化炉 日常情况下 每天每个火化炉只需要火化1.74具尸体 每具尸体火化大约就是60分钟的时间 李泽华根据官方的资料得出 疫情爆发之后 武汉在1月12号首例确诊病例死亡 到2月19号为止的38天当中 平均每天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是40人 汉口殡仪馆专门负责火化新冠病人的遗体 这家殡仪馆共有30台火化炉 按照上面的数据 李泽华推算出 汉口殡仪馆每天需要处理52具非感染者遗体 每个火化炉每天火化1.74具乘以30座火化炉 再加上40具病毒感染者遗体应该就是92具 这个数字远远低于这家殡仪馆的火化能力 如果每天工作8个小时的话 那么汉口殡仪馆有能力火化240具遗体 那结论就是很明显的了 如果官方的这个死亡数据是真实的 那么汉口殡仪馆不需要加班 其他殡仪馆就像这个青山殡仪馆 更不需要加班 昨天的网友转给我一个聊天截图 其中有三段话给大家读一下 我一个在武汉一线支援抗击武汉肺炎 新冠状病毒的医生朋友 今天跟我视频通话时气不成声 他不是为自己离开家庭牵挂亲人而哭泣 他是为整个武汉市民在哭泣 临了 他哽咽着说了这句话 你没来武汉你不知道什么是人间地狱 来武汉了你就知道 疫情真的太可怕了 聊天中他还引用了那位朋友的话 千万别相信新闻联播的报道 他会害死你的 保护好自己 最好别出门 活命才是最大的财富 另外他还说 官媒所有的新闻 都是按政治需求去制作 这个对话内容 与李泽华的暗访情况基本是吻合的 我们之前也曾经多次引用过网友的爆料 但是有的网友留言质疑 意思就是说 几张图片和一个视频 能证明什么呢 是的 几张图一段视频 根本没有办法反映出真实的情况 但是我们可以由此管中窥报 因为人是需要思考的嘛 李泽华来武汉之前 他刚刚从央视辞掉了主持人的职业 做出这样的决定 相信他是经过了一个慎重的思考 所以他才在被抓的最后一刻说 无愧于自己 无愧于我的父母 无愧于我的家庭 也无愧于我毕业的中国传媒大学 也无愧于我学的传媒 也无愧于这个国家 应该说这是一个有理性思维的年轻人 他有自己的思维判断 深居武汉的作家方方 自从武汉封城以后 他就用日记的形式开始记录点点滴滴 在昨天的日记中 他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们的脑袋不是长在老师的教导中 也不是长在报纸上 更不是长在会议文件里 它是长在自己的肩上 我们的脑袋要用来独立思考 才更有价值 那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公布一项活动 从今天开始 新闻看点向大家争吻了 希望大家能够写下这场瘟疫 对您的工作生活等等 不同方面的影响 以及给您的家庭所带来的一些冲击 举办这个争吻活动 是觉得这场瘟疫 给每个人都留下了一份难以磨灭的记忆 无论是身在中国大陆 还是身在异国他乡 都会有自己的感受 而这些感受 有身体上的 有物质上的 也有精神上的 我们的这个争吻活动 一直持续到5月1号截止 文章的字数是限制在500字以内 题材不限 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 陆续挑选一些稿件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另外呢 鉴于之前在互动当中 有朋友发来的这个是声乐 或者是契乐演奏 另外还有一些是照片视频等等 所以这儿要跟大家说清楚 在您发给新闻看点以后 新闻看点就拥有了这些作品的版权 另外我们的活动都是没有报酬的 所以希望您能够理解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电视节目部分 在会员专区我们还会有一些爆料的内容 以及俄罗斯歧视华人 海内外华人的焦虑等等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